各位好,各位姐妹,今天的圣经金句是 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 《宗途大事录》19章2节 今天这一段在《读经一》是有点特别的 就是说保禄在厄弗所附近,遇到几个门徒 问他们,刚才我们的圣经金句 他说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 他说听也没听过 后来聊天之后,保禄就说你们领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 不是耶稣的洗礼 重新为他们洗礼一次,然后领了圣神 悔改的洗礼和耶稣的洗礼有什么不同? 悔改的洗礼就是有何人洗者的洗礼 即是用人力归依,自己努力,做好自己 这就是一般道德的教育 但这不是信仰 耶稣的洗礼就是天主圣三的洗礼 包括有天主的圣神,即是天主的爱情 即是我们的悔改归依,当然是必需要 但不是靠我们自己而言,而是天主的爱情推动我们 谁知道我们在领洗的时候领受了圣神 中途大事录的记载有两个情况,两个情形出现 一个就是他们说各种的语言 其实原文就是说谎言,英文翻译为tongues 即是他们努力的赞美天主,是一种出神的 甚至没有人能听得懂的,像Bibla 一种神魂超拔 其实寓意赞美天主,用尽自己的心力 能够表达这份对上主的赞美之情 另外就是说先知话 先知是说什么?先知就是为主作证 也就是保禄在后来格林多前书里说 凡是称呼耶稣是主的 宣称耶稣是主的人 其实已经领受了圣神 即是为主作证,为自己信仰作献证 这句识经金句也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也是因着圣三之名受洗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圣神呢? 有,一定有 不过未必生活出来 圣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灵性生命当中好像睡了一觉 让我们求上主 使圣神能够复甦 唤醒我们生命里的圣神 去赞美尚主 并且为他作见证 好,你们信教的时候 领了圣神没有 中途大使录十九章二节